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厨房想介绍一个抗疫的神奇自救水 这个水非常简单易做 而且它亦有退烧和医治感冒的功效 在疫情很严峻的时候 其实这个水非常好的 又简单易做 材料就是需要绿豆 首先,今次我会预绿豆一碗 绿豆可以清热解毒 又可以淋水、消肿 又可以润喉、止渴 亦可以明目、降压 绿豆煲水有一个很强的退烧作用 亦可以治疗感冒 而且夏天亦可以消暑 非常好 春天的时候 绿豆水也是一个很强的养肝之王 它可以帮助我们排清肝里面的毒素 做法非常简单 不过也有少少细节要留意一下 首先,我们将绿豆清洗一下 如果有些不美的或者坏了的豆之类 我们就可以选择它 通常的豆你洗的时候 其实它就应该没什么浮面 因为如果是好的豆 它就应该沉底了 如果是浮面的那些 你可以选择它 另外,预计一个糖池的煲 又或者是不瘦钢煲也可以 不过一定不能用铁做的煲 这个煲好像觉得很骯髒 其实不是的 因为糖池煲得久 有时候汤的颜色就吃了进去 所以你看到这样 但其实就不是骯髒 我就用刚才凉绿豆的碗 来凉水分 要凉10碗水 即是说分量就是 一碗绿豆就是10碗水 你们要留意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放绿豆下去 是凉水一起落 接着这个过程 就是要盖上盖 然后才开火煲 接着一直煲 都不要打开盖 因为最主要的功效 是在绿豆的皮上 如果你打开盖 就会多了很多氧气进去 就很容易令到那些物质氧化不好 就会减低了功效 所以待会煲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打开盖 现在就凉水 就把洗了的绿豆放进去 接着盖上盖 就可以开火煲 接着呢 你们就要留意 到水滚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计时 但是很短时间 水滚之后 我们也是煲多它 最多5分钟就够了 最主要我们要的绿豆水 就是要青绿色的绿豆水 如果你是 你会发觉 如果你煲得太久 又或者绿豆水 拿了上来 放太久 它会变成红色 它会氧化了 所以其实最好的功效 就是青绿色的绿豆水 其实你的份量 你可以预计 你打算是多少碗水 多少人喝的 你便凉凉凉凉水 比如我这里凉凉了10碗水 起码都有5-6个人的份量 你见它滚了之后 就可以计时了 煲它大概5分钟 然后就可以盛起 你只是盛起水来喝的 尤其是想退烧 或者感冒的时候 只要喝绿豆水就可以了 还有那些渣 可以不用吃的 但是如果你是平时作保健用途 你喝了些水之后 其实那些渣 可以继续用来煲 煲完之后 就可以当作粥食 或者煲绿豆沙 那类都可以的 那么今次我就分享到这里 这碗绿豆水 其实最强的功效 就是可以清肝的毒 把肝里面的毒排清 还有如果有发烧感冒 这碗绿豆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疗方 那好吧 今次我就分享到这里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就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频道 还有我又欢迎来你的影片下面留言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